新北市長侯友宜上任後開玩笑的說 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土城工業區 因為正位公司的董事長郭台強都沒有邀請他 讓現場參與的工業區公司行號代表聽了笑哈哈 這一趟來到土城工業區主要是率先六都 提倡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的都市型工業區 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聽取廠商意見 為招商努力 而洪市長努力招商也傳來了好消息 Google選定在新北市遠東通訊園區打造新的辦公室 非常謝謝他跟遠東攜手合作 而且肉獎在新北市 Google原有了2000多個員工以外 他一定會更擴大規模 招更多的研發人員到我們新北市來 這也是新北市跟Google第一個合作的案子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除了Google之外 參與廠商表示 中美貿易關係加速台商回流 廠房已老舊需要進行更新立體化工程 並且引入AI的智慧系統 在土城工業區這邊 業者除了要更新廠房之外 更需要市府協助交通環境及污水處理系統 一並列入考量 為了要因應人工智慧產業 所以我們就去參訪了研發了很多有關於AI產業 這個上下游產業所需要用的空間是如何 無論是樓高、載重、電力、人車貨、動線等等 那就完全在我們現在的這個規劃案中做了體現 不過過程中也很受到都官處在給我們審議的過程中很多的指導 也來提醒我們如何能夠在這裡面做更經濟的改善 我能夠幫大家服務 做好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我們現在要跟我講 我們要朝上一條龍 什麼叫一條龍 速度比較快的 所以我只有一個想法 除了規定不可以以外 其他的大家好好想一想 能夠幫大家快速的經濟的推動發展 讓大家能夠帶動我們的產業蓬勃發展 這樣的全力幫忙 侯友宜市長強調 為了安居樂業做好基礎 這時候應該拋除政治意識 全力拚交商 才能讓人民有感 只有經濟不斷的繁榮 讓新北市的產業帶動起來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在這裡安居樂業 讓他們按下心 能夠快樂的過生活 讓他們能夠一個好的就業的職場 也有好的經濟的收入 所以我們要過好日子 一定要先拚經濟 那政治的意識形態先放在旁邊 我們都要到上面 尤其拼盡氣 除了國際兩岸招商以外 最重要的是本土產業在這裡發展 要先做起來 所以先內在外 新北市是台灣重要的產業基地 侯友宜市長強調 要以招商一條龍 投資任意們的行動策略 帶動產業發展 並且吳明基副市長擔任召集人 協助廠商進駐 有效解決廠商產業的用地問題 中間新聞零六樓梵岡土城報導 有效解決廠商 零六樓梵岡土地 都以為